大家好,我是小曾 饭店里面蒸的大米饭为什么粒粒分明? 而且吃起来还特别的香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蒸米饭还有几个技巧 蒸米饭的时候别总是放水煮了 今天我把饭店蒸米饭不外传的秘诀分享给大家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粒粒分明,软糯鲜香 就算是没有菜也能吃两大碗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很多朋友在家蒸米饭 都是用电饭包或者是高压锅来蒸 因为比较方便也很省事 半个小时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但是还是有好多人蒸出来的米饭 不是太硬就是太软 一点也不好吃 很多朋友都觉得饭店里面蒸出来的米饭好吃 是不是饭店里面用的大米比较好 其实只要你学会了我教给你的这个方法 就算是普通的大米 蒸出来一样粒粒分明,软糯鲜香 学会后在家也能蒸出好吃的大米饭 接下来就是清洗大米 其实清洗大米也是有技巧的 最好用30度左右的温水来清洗大米 因为用温水可以将大米浸泡出来 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只能用30度左右的温水 如果水温太高的话 大米里面的营养比较容易流失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水的温度 切记我们清洗大米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用力 如果用力揉搓的话,大米的保护膜容易破裂 那样大米的营养流失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清洗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揉搓 这才是清洗大米的正确方法 还有就是很多人把桃米水都倒掉了 其实清洗出来的桃米水用处非常的多 因为大米清洗出来的水是呈碱性的 里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我们可以把桃米水倒入一个大碗中 用桃米水来浇花或者是浇树 它都比较有营养 或者用这个桃米水来清洗辣椒和各种青菜都是可以的 因为桃米水是碱性的 用来清洗辣椒和蔬菜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接下来我们再往大米里面重新加入清水 进行第二遍的清洗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来清洗 因为我们第二遍清洗随便给它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切记不管是什么大米最多给它淘洗两遍 如果清洗的次数多了大米表面的保护层就会破裂 那样的话营养就全都流失掉了 所以第二遍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清洗出来的水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千万不要倒掉了 把它存放起来用处还是非常的多 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大米放进垫高压锅或者是垫饭包里面 今天我准备了一斤的大米 差不多够我们一家四口人吃了 然后用勺子把大米整理一下 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就直接加水煮了 我们还要往米饭里面加入三样食材 这都是饭店不外传的秘诀 首先我们加入第一样食材那就是白醋 也不需要加的太多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白醋可以养殖大米淀粉的软糯 能把米饭蒸出来更加的香 而且口感更加的清爽 搅匀后加入第二样食材 那就是茶油 因为茶油本身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蒸出来的米饭吃起来比较软糯香甜 没有茶油也可以放一点猪油或者是花生油 最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盐不需要放的太多 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要是给米饭入个底味 让米饭吃起来更加的软糯鲜香 把全部的食材搅拌均匀后 再用勺子把大米整理一下 给它整理平整 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用我左手的食指将米饭插到底 米饭就在手指的关节处 就是手指转弯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或者是矿泉水都可以 这个水要一次性加足 再用勺子给它整理平整 下面我们再用手指来量一下水位 看一下也是在这个手指的关节处位置 就说明水加的合适 水和米的比例1比1就可以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软硬适中 特别的好吃 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如果家里的人喜欢吃硬一点的米饭 用勺子把米饭推到一边 这样能蒸出两种米饭 一种软的一种硬的 喜欢吃硬一点的就可以吃这一边 喜欢吃软一点的可以吃另一边 把大米都整理好了以后 直接放到压力锅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我们直接选择米饭键 按开始就可以了 一般蒸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蒸好后打开盖子的一瞬间 真的是香气扑鼻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可以看到这样蒸出来的米饭 都是粒粒分明 闻起来也特别的香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就这样我们一道香喷喷的大米饭就蒸好了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菜我也能吃两大碗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